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未来趋势可以看到 从自白天到周六白天整体的下雨情形 在山区又要注意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而在周六晚间到周日 随着封面来到台湾北部海面之后 已经封面的降雨变比较明显 北部东半部地区 中部地区甚至南部山区 都要注意下雨的几率提高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举步较大也是出现的机会 下雨缓和情形在周一到周二这段时间 随着到时候东北季风减落以后 最后回的步道比较平向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或在西班部山区也降严的情况了 而至于温度上面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来说整体在北宜红色这条线的温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一点点的 而中南部跟花冬整体的温度都还有日夜变化 也是白天相对比较温暖 晚上相对比较凉一点点 北部的温度几乎都是比较平的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体温度的回升可以看到 在明天之后温度白天明显会升起来 白天北宜这些地方的温度 相对来说回升了6度左右 其他地区温度也可以来到26到32度 温度相对比较温暖舒适的时候 在白天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 预估周日的时候因为东北气候南下 到时候温度在北台湾又会比较明显降低了许多 而中南部跟花冬地区温度也略有下降一些些 周一之后东北气候前的温度会再逐步的回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